沙场并肩立兵共赴和平使命 中国参演官兵驾乘装甲输送车 向物标地域行进 阿基斯坦参演官兵开展战术演练 9月6日至15日 以多国维和部队联合行动为课题的共同命运 赴2021国际维和士兵演习 在陆军雀山某训练基地举行 运输分队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 前往支援的快反队员 搭载直升机实施左降 与物资互卫分队协同配合 快速占领流利地形形成火力优势 对武装分子实施猛烈打击